只是没有想过是全部一起来 因为假如你好像我们生活啊 交往有问题啊 朋友有问题 或是家庭有问题 或是我们做事事业有问题 假如一个东西发生没事的 两个事就两个不为发生 我们都还可以撑下去的 可是就是全部一起来的时候 就真的哦天塌下来了 这真的 但是就是天塌下来 发生很多很多不顺的事情 对 对 譬如说 譬如说好像 就是突然间一剃光头 就所有的坏事就出来 真的 不是说一剃光头啦 就是说 应该是说新年 新年 中国新年开始 对 其实 其实有些事情已经是年头 它不是说全部 逼出来 全部一次过丢下去 应该是说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 一波结一波 对对对对 就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的 呃 我的呢个什么 我的 一开始是我的 我跟我的那个什么 另一半有问题 就我的交往 恋爱那边有问题啦 其实很多事情也可以说 大家都有错 可是应该大部分的错都是我 因为你挑汪头 不是不是 他不喜欢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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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 因为我的人我太过我心我素了 所以 而且我很任性 我觉得我对一个人好 他就应该要去感谢 而且我这个人 因为我太我心我素 我也是变成有点不听人家说话 就不听人家讲什么 人家讲什么可能听得尽 我就也没有说去把 就没有真的说 我好像去放在心上这样子 就我的人太大意了 所以 假如 见到一些大意的人无所谓 可是见到一些很细 细比较 心比较细的人 又是一个问题 好 对 所以呢 就好像我跟我我跟我 爸爸我爸爸的人也是信息 嗯 所以 他就他们就很不能接受 那我们就说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是那样啊 就对我们每次就这样 你太你想太多了 或是你太过紧张了这样 可是 可是想回来 应该是说我不懂得去为人家想 应该是说我我太过任性 或是太自私了 嗯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 因为你一天两天没关系 可是有人是 就累积长期的话 就是 嗯 就变成他们会很辛苦 嗯 就是这样他们会很辛苦 然后呢 呃 那第一个是那边啊 嗯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的 我的事业 嗯 就不是不是我事业 我的 我的公司啦 就我自己 我去年我就自己 组成 就组成了一个公司 嗯 然后呢 跟 公司就 散了 哈哈哈 散掉了 那变成我 九个月的星期全部都白费了 嗯 对 因为我 然后呢 白费是没关系 可是是因为我为了主持这个公司呢 就 呃 去做好这个公司 我自己的演绎的事业 我没有怎么样去理 嗯 变成 他这边不行 我后面的 我后面的那个什么 Planning全部都给我一次过砍掉了 哈哈 对 没有留这个后路给自己 对对对 以上呢 又没有了 因为 因为譬如说 好像我今年我应该是 我最 我应该有戏拍的 嗯 然后呢 我应该自己有那个什么经纪人做的什么的 可是呢 我本来今年我要忙很多东西 可突然之间 全部被砍掉了 然后呢 我自己本身的 Personal的career 我又没有说去 去找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嗯 就变成 一次 两个饭碗都被打破了 那种感觉 嗯 对 所以还有什么 什么的问题呢 你 你 那还有哦 家庭 因为那个时候就很忙 很忙 就很忙做公司的事情 变成就没有什么说去 去找 就自己Personal Income 那我九个月是没有 收入的 是没有收入的 然后之后前面也是没有收入的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就变成是 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压力了 经济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还有呢 我又不是香港人 所以我在香港做工作 我要有 Visa 哦 对 那Visa又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Visa 12月底就 到齐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就变成我要 我要把这个Visa搞好 嗯 那Visa又是一个很大很大Q 很大的头痛 对对对 你想想看 做 黑工是很大的罪恶的 而且我是从来不做犯罪的东西 嗯 所以我真的呢 所以我真的很烦恼 没有钱 又不晓得什么时候被踢出嘛 然后呢 住啊 吃啊 嗯 然后那家人 那我跟家人是闹翻掉了 为什么又 为什么应该 当家庭有很很大的资处去支撑你啊 他如果知道你有有问题 应该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 没有啊 因为我父母亲本来就不 本来就不喜欢我做这一行本来啊 嗯 然后呢 嗯 那天中国中国新年的时候 我爸爸从二楼跌下来 哦 发生了意外 对发生了意外 然后呢 我妈妈在那段时间已经闹得很僵了 嗯 然后呢 我妈那天晚上 当天就也是跟他闹 闹得很僵耶 闹离婚了什么的 都已经结婚了很多年 那你闹什么离婚了 对 从来都没有的 突然间 对 发生了一些很多可思议 然后呢 我哥哥也是家庭 他也是自己有问题 然后他的儿子也生病 然后反正我就好像不只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 我还要打电话给 不是打电话 用Blackberry message 跟母亲 跟父亲 跟哥哥 跟 跟嫂嫂 那个什么谈 谈到早上 早上七点钟才睡哦 嗯 然后那十一点 已经被我哥叫醒了 嗯 就是 反正就是那些东西了 对 然后呢 自己因为可能 太多stress了 自己就病倒了 嗯 哎 所以 一切都好像是 替光投资后 绿绿续续出现的一些 哦 还有 还有 哈哈哈 我还有 我很疼我的宠物的 我有死 那个时候我有死多个hamster 嗯 那我的hamster 我最疼爱的死掉了 嗯 然后还要 他还要跟我一起睡 睡在我旁边 睡在我床上哦 嗯 就别不跑来跑去 三个 三天 三天 三天三夜才死掉 嗯 这个小窗鼠 对 小窗鼠 小窗鼠也有一张照片啊 有啊 这个 哈姆太郎啊 哈哈哈 小老鼠啊 不是小窗鼠啊 这个 这个 你有多少只 现在有十只 十只 哦 十只 对 所以这个好像是厄运连年 对 然后你又没有崩溃 人当中有没有崩溃 有没有 缺失的力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快崩溃了 嗯 我觉得我已经快崩溃了 因为 就比如说已经发现那么多事了 然后还要跟朋友吵架 或者要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你会觉得 oh my god 你会觉得这样 嗯 我就会自己 我自己 我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 我会 我会自己 走到海边 啊 为什么 你走到海边 就是坐在那边啊 坐在那边啊 坐在那边 然后我自己在那边想 我说 嗯 真的 香港没有我立足的地方吗 啊 真的 我就我自己 一直跟我自己 我已经很辛苦 可是我自己 一直跟我自己讲就是 这个天啊 是不以决人之路的 嗯嗯 我觉得天不以决人之路的 你突然间瞪我了 瞪我瞪我 瞪我 不是 不是 我是把自己 我自己跟自己这样讲 嗯 对 然后呢 我就 坐了一段时间 觉得好一点 我就回到回家 所以没有做啥事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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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以为你走到好一排 便做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自己静下来 自己静下来 OK 非常好 然后就没事了 吹吹风之后 然后呢 然后呢回去又再重新的去面对啊 嗯 对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呢 带了一个什么的人生的道理呢 但是现在广告时间 嗯 小后呢就 永永 还有哎 你们啊各位朋友 你听了这个真人真事的故事 只是刚刚真的是今年 发生的 对 你现在也在面对一些 对不开心的事情 还没完结的 对 你们听到这个故事 你觉得 每天都在哭哦 他们在哭了 对 我说我每天都在哭了 你知道吗 他们也被感动了 如果你真的被感动 或者是你觉得 哎真的 天无罪人之路 或者是你有 一些尽力的话呢 赶快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